2024年立委选举民进党有21个选区 将采征召方式产生代表党出征的候选人 因为这里多数是绿营的监窥选区 他是我们综合市民最形态的朋友 就连上届在新北市中和选区获得47.22%得票率 远超过党内所订定兼困选区门槛42.5% 连任两届的地方子弟 也是英系立委的江永昌也没登记 他提及未参加初选的理由是 对家庭选民与政党负有责任 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 在党竞争对手认为江永昌这次没登记 是因为明白没有胜算 不过一名民进党的选举操盘人士则指出 党内有人说他不登记 是为了省75万元的登记与民调费用 因为江永昌认为中和非他选不可 最后还是要征召他 另外也有派系幕僚表示 党中央对于征召参选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承诺 例如提供经费人力更应被提名人的要求 派出大咖替他站台 比起自己主动参选总是有寒假空间 不过绿内也传出党主席赖清德不认同 作态不参选的行为 若类似的行为将考虑另外征兆适当的人选 目前可能的人选有苏系的现任施议员张维茜 英系的张嘉玲以及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就看哪个派系最后能胜出